-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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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位 還記得那些年我們一起看的電視節目 為了節目效果 有時候節目會加入一些刺激、競爭的橋段 那你知道嗎? 在這些歡樂的背後 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危險呢? 大家好,我是Eric 記得上次跟大家分享過危險的日本祭典 而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收錄在世界各地 三個危險的電視節目 那麼馬上就讓我們開始吧 大家小時候轉到電影台 可能會有看到一個遊戲節目 百戰鐵人王的經驗 忘記的話沒關係 現在就來幫大家回憶一下 百戰鐵人王的英文原文是Wipeout 非常簡單明了 因為參賽者會經過四輪角逐 不斷被Wipeout 直到剩下最終贏家為止 而節目的進行方式 是參賽者必須突破障礙 或是在競賽中倖存下來 並且在最終決賽以最短的時間到達終點 或許可以把百戰鐵人王 想像成真人版的糖豆人吧 而百戰鐵人王被最多人知道 也是標誌性的第一階段 障礙物幾乎就是故意設計 要讓參賽者掉落到水裡 造成非常滑稽的效果 例如就有一道關卡 參賽者必須要沿著牆壁走 躲過伸出來的拳頭 否則就會掉到下方的泥巴堆裡 這個段落幾乎是每個參賽者 都會被牆壁裡的拳頭擊中 然後跌落下去沾滿泥巴 又或是另一個關卡 是四個浮在水上的拳頭 通常參賽者在走到第三個拳頭的時候 就會失去平衡 在高速的狀態下跌落水裡 與此同時 解說員會進行幽默的連續解說 經常在選手掉落時嘲笑他們 還會添加搞笑的音效 還有粗糙的塗鴉 而這種水上競賽遊戲 大家聯想到的通常都是年輕健壯的男女 但百戰鐵人王不一樣 不論是運動員 或是身形較胖的普通人 都可以找到自己在節目中的定位 配上早期的台灣中文配音 真的可以感覺到節目的模型 雖然百戰鐵人王整體來說應該是有趣的 但仔細觀看節目內容 就會發現其實還是有危險的成分存在 現場當然也有緊急的醫療團隊 但是過去的節目其實還是有牽涉到一些死亡事故 雖然沒有人在比賽中死亡 但是卻有兩名參賽者 在參賽之後離奇去世了 來自加州的33歲電視節目主持人 湯姆斯帕克斯 他在2009年參加了第二季的百戰鐵人王 根據新聞報導 斯帕克斯在參加節目的第一階段之後 就表示了膝蓋很痛 在片場接受了醫務人員的檢查 但是醫務人員發現他呼吸急促 隨即將他送往當地的醫院進行評估 在兩週之後 斯帕克斯因為不明原因中風 接著倉促的失去了生命 負責的醫生表示 斯帕克斯的中風是他舊有的疾病引發的 這導致了不自然的血液凝固 更讓他失去生命 不曉得與參加節目有沒有關 另外一則案例是38歲的男子 邁克·帕雷德斯 2020年他參加了百戰鐵人王的錄製 在第一階段他完成了兩個關卡 但是在第三個障礙上摔倒了 隨後邁克體力不支 掙扎著游到泳池邊 最後被現場人員抬到輪椅上 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 醫療團隊趕緊對他進行CPR 邁克短暫恢復了生命跡象 之後被送往醫院 但第二天還是在院中去世了 在那之前 邁克也是個有規律運動習慣的人 讓人實在想不透 為何他突然就這麼促逝了 百戰鐵人王的節目組 也對這場離奇的悲劇表示哀悼 百戰鐵人王曾經因為收視率不佳 一度在2015年收播 在2021年時強勢回歸 轉戰到了串流平台上 在剛播出時吸引了不少當年的觀眾 但隨著後續集數播出 觀眾的數量似乎又下滑了不少 只能說是且看且珍惜了 第二個要介紹的節目是來自中國的戶外真人秀 追我吧 追我吧是中國浙江衛視 在2019年10月開拍 體育重關的經濟節目 主打在城市裡的深夜競賽 舞台設置在浙江寧波東部的新城金融中心 並且邀請了許多明星跟素人 在夜晚絢麗的燈光秀下互相對抗 在追我吧節目當中雖然有不少橋段 但最有名的就是其中的賽道環節 參加節目的明星嘉賓 必須要在全長1.5公里左右的賽道中不斷向前跑 躲避來自後方的追逐者 這些追逐者大多都是由現役 或是退役的賽事選手擔任的 而除了必須不斷向前跑之外 節目還設置了許多高科技感的機關 其中也有不少考驗體力的關卡 像是匍匐前進、盪單槓 或是需要衝刺的橡木等等 在最後還需要爬上高樓 乘坐高空滑鎖回到起點 光是聽到關卡的描述 就讓人想直接放棄 還可以常常聽到不少藝人在過程中大喊 我不行了 或是直接貪軟在地上等等 還有參加錄製在一旁觀看的民眾表示 曾經看過錄製節目的藝人范澄澄 痛苦的捂著肚子走路的片段 而且為了畫面呈現 節目的錄製時間必須要是晚上 日夜顛倒的藝人們還沒有事先熱身 就要進行高強度的運動 仔細看還可以看到不少片段 為了節目效果 追逐者似乎有點偷偷放水 才可以讓前方的藝人獲勝 但其實不只藝人 就連跑在後方的追逐者 也曾經出現過事故 而這段事故畫面 竟然還收錄在了正片當中 鄒世銘 是一位曾經在奧運獲得兩面金牌的拳擊選手 他在第二期的追我吧 節目中擔任追逐者 但是在過程中發生了意外 他在通過賽道後半段的關卡 平衡滾筒的時候失足 跌落到了球池當中 隨後還說 我的腳沒有知覺了 這時主持人跟藝人都緊張的說 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節目組的人員才衝進球池 把鄒世銘從球池中救出 原來是他的腳抽筋了 卡在球池中動彈不得 差點窒息 最後鄒世銘還是一搏一搏的走向高空滑索 盡力完成了這次比賽 這段畫面看似立志 但其實已經體現了節目的隱憂 一連串高強度的體力關卡 就連專業的追逐者都有點吃不消 更何況是未經訓練的藝人 而這個隱憂在隨後成真了 2019年11月27日 台灣男演員高以翔 參加了第九期的追我把節目錄製 將近17個小時 高以翔在半夜的1點26分左右 開始進行了著名的賽道環節 他在奔跑了600多公尺 並通過賽道上的裝置之後 在凌晨的1點30分速度放緩 接著大喊了一句 我不行了 坐在路邊的花台 往後躺平並暈了過去 再來是根據官方的說法 工作人員發現高以翔倒地之後 隨即呼叫現場待命的救護車 台上的藝人也從主舞台跑向高以翔 在倒地的1分46秒 現場待命的救護人員就趕到 並開始失救 急救20多分鐘後 高以翔一度恢復呼吸心跳 救護車把他送往附近的醫院 但是在兩個多小時的搶救下 高以翔仍然宣告不治 這則不幸的惡號隨即傳遍了社群 Jero把節目組在官方微博上 發表了短短一句 對不起 我們沒能守護住最好的以翔 隨後貼文下方被灌入了1.4萬則留言 要求節目組公開畫面 痛批節目組的無良 避重就輕 而且剛剛看到的都是官方說法 另一派參與錄製節目的民眾說法是 高以翔倒地之後 工作人員起初以為是節目效果 沒有及時上前關心 隨行的攝影團隊也還在拍攝 直到過了5分鐘 其他藝人從大螢幕上 看見高以翔翻白眼之後 就趕快從舞台衝了出來 隨後大螢幕就被切掉了 才有醫護人員趕到現場開始搶救 還有粉絲貼出了幾個疑點 高以翔從12歲就開始鍛鍊身體 一直是個熱愛運動 注重飲食的人 當天也是非常開心去參加錄製的 就算因為跑步或熬夜發生了這次事故 在倒地之後的4到6分鐘 立刻進行CPR 應該也有很大的機率可以搶救回來 如果真的是現場觀眾所說 節目組還是在拍攝 導致錯過了黃金救援時間 那真的可以說是 徹頭徹尾的過失殺人了 但是節目組的人員 當下就立刻刪除了錄製的片段 是不是隱藏了許多關鍵證據 更讓許多高以翔的粉絲大肆聲討 揚言要抵制浙江衛視 最後在2019年12月5日 就將衛視宣布永久停播追我吧 讓這場野心十足的體育競賽節目 以一個極其草率的方式悲劇收場了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節目是 前進電波少年 在以前日本電視台還沒有明確規範的年代 各家電視台為了收視率 做出了許多無下限的操作 前進電波少年就是在這個年代下的產物 節目的宗旨是基於 看你想看的 做你想做的事 見你想見的人 三個理念進行的 剛開始的前進電波少年 還只是預定播出時間兩個月的 電檔期用的節目 但是節目中充斥著各種不合常理的事情 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無預約挑戰 主持人會突然拜訪名人 強迫讓他們參加節目錄製 結果這麼做的後果 反而讓前進電波少年廣受歡迎 但是也常常讓節目受到投訴 譬如就有一集的主題是 我想把村山委員長的長眉毛剪掉 當時的社會黨主席 也是後來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 他有著很濃密的 象徵性的長眉毛 主持人松村就帶著一把剪刀 闖入了社會黨本部 目的就是為了剪掉村山的眉毛 這個突如其來的請求 起初讓大家感到十分為難 不過面對松村的懇求 最後村山主席還是笑著答應了他的要求 開玩笑的說 我不能忽視這樣的選民的聲音 行動奇蹟似的順利進行 松村成功剪掉了村山幾根眉毛 但他接下來沒有抓好 反而把眉毛弄丟了 讓這集節目在報銷之中收場 不過後續的無預約挑戰 讓主持人成為了某個地區的黑名單 或是因為招惹到當地的暴走族 讓主持人在下節目後 還是持續被跟蹤、騷擾 最後這個系列 在主持人松村的辭職下 順勢停止拍攝了 再來是前進電波少年的 另一個知名單元 搭便車系列 節目組選中的當時還沒有名氣的喜劇良人組 原言時 結果兩人一到香港 就被告知要從香港 橫跨歐亞大陸 目的地是倫敦 沿路的交通工具只能搭便車 節目組沒收了兩人的錢財 任何資源都不給 只負責拍攝 或是在兩人生命受到威脅時才會幫忙 因此兩人在拍攝過程中非常的課難 比當今任何的行腳節目都還要慘 像是在不安全的地方錄音 或是直接喝深水 觀察他們在節目中的表情 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痛苦 搭便車系列在後續獨佔了 前進電波少年的時段 在日本國內的人氣飆升 但因為東西都被收走 兩人根本不知道國內的情況 還曾經絕望的討論說 現在猜拳輸的就從車上跳下去 透過自殺就可以結束拍攝了 在六個月之後 這趟旅程終於迎來終點 因為搭便車系列大受好評 結果節目組竟然在倫敦給兩人選擇 要兩人繼續旅行或是回到日本 也可以明顯看出 元年兩人根本不想拍了 在倒數結束之後都選擇了回到日本 讓節目組還有許多的觀眾不滿 其實還有很多奇葩的主題沒有介紹到 例如把藝人關在房間中 讓他只靠抽獎活動的獎品過活的挑戰 最後還讓藝人患上了精神病 靠著這些無下限的題材 前進電波少年可以說成為了 日本傳奇的綜藝節目 不過最後由於挑戰的難度越來越大 或是人權意識的上升 讓前進電波少年找不到拍攝的藝人 收視率跟著不斷的下降 電波少年系列最後在2002年9月停播 到了現在 應該也沒辦法再看到類似電波少年 遊走在生死邊緣的日本綜藝節目了 那麼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 感謝你看到這 別忘了按下喜歡按鈕 並訂閱下水稻先生的頻道 我是Eric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